Reddon是第一款Reeap to earn项目 目标是通过读书进行赚钱 游去头条和字节跳动前高管构建 Reddon旨在构建一个专注于内容消费的Web3分发平台 虽然Mirror等Web3内容创建工具已经存在 但它们并没有解决内容分发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内容仍然依赖于Facebook和Twitter等Web2应用程序 这就是Reddon脱引而出的地方 项目团队、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Neo曾在去头条担任产品总监 负责设计中国日活跃用户达3000万的最佳Playeran产品 联合创始人兼CTO2H 曾任字节跳动高级技术经理 Reddon是通过使用GameFi机制和系统来重塑Web3中的数字阅读行为 用户首先要购买眼镜NFT 这将允许它们在阅读内容时赚取Red代币 每一副眼镜NFT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的设计和风格将采用随机图案 镜片将显示与眼镜主题相关的图片或GIF 通过佩戴眼镜NFT阅读 不仅可以赚取代币奖励 还能积累经验值 EXP同时可以花费Red来升级眼镜NFT 以增强功能获取更高的Red回报 随着眼镜NFT的使用次数增多 它们也会开始退化 用户必须使用Red代币进行修复 如果不及时修复 眼镜AFT就会陷入休眠模式 休眠中的眼镜NFT不会产生任何代币奖励 通过阅读我们能够获得大量的知识 技能和想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 过去阅读仅限于实体书和印刷新闻 如今信息可以通过大量的线上媒体来传递 例如短视频、文章、数字书籍等 然而数字媒体时代的兴起 社交媒体巨头垄断了我们普通用户所能看到的内容 其商业模式决定平台会通过各种推荐算法 绑架用户的注意力 在这个过程中 随处可见的奶头乐 也让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下降 无法进行长阅读 深入思考 当下人们是否觉得 即使是100字的深度文章 也越来越难读完一本书 而花几个小时玩游戏要容易得多 如何让人们对深度阅读上瘾 带着这样的思考 曾在去头条 U.S.任产品总监的Neo Y 和曾任字节跳动高级技术经理 CTU的ProH 凭借他们过去开发产品的经验 创建了Ripped On项目 Neo Y是一位连续创业者 他创立的游戏和应用公司 在2020年取得了超过500K豆 1000万美元的收入 曾任PlayerN产品的产品总监 在Web2中拥有3000万日活跃用户 ProH曾是字节跳动的高级技术经理 在此之前 Troy在卡奈基梅隆大学的 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 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并且是Pinterest的高级技术负责人 简单来说 Read On的任务 是通过使用GameFi的机制和系统 来重塑Web3的线上阅读行为 如何让读者沉迷于深度阅读呢 Read On提出了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建立即时反馈 人工智能计时器 会在读者每完成一个周期时 分析读者的阅读行为 如果人工智能分析正常 则可以获得Rig作为即时奖励 这个人工智能计时器 由读书APP内的算法支持 以识别来自移动端陀螺仪 和屏幕信息的真实阅读行为 触摸数据 第二步是建立可实现的小目标 系统为用户设计了每日和每周人物 为读者设定明确的目标 这些任务 遵循一个从容易到困难的习惯 形成时间曲线 第三步 利用社交组队的模式 来激励阅读 用户可以邀请朋友进行组队阅读 通过组队阅读 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 最后一步 完成这一系列的阅读挑战后 用户可以解锁成就系统 获得各种徽章 解锁隐藏的挑战 ReadOn最特别的地方 在于其经济机制 读者想要利用ReadOn来读书赚钱 这先得需要购买一个 这是读者能够获得Read和经验值EXP的前提 然后当他们阅读时 ReadOn的人工智能计时器 将测量用户的真实阅读时间 并根据该时间给予他们奖励 从整个项目的介绍和白皮书来看 团队成员并不具备Web3背景 暂时是想从Web2来做一个转型 将Poken用作激励模式 有点去头条上链的意思 反观Web2传统赛道 去头条能够成功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他获得了惊人的3000万以上的 日活跃用户 并在公司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完成了在纳斯达克的创纪录IPO 主要原因是 成功地将游戏中的金币奖励 任务和成就与内容阅读相结合 至于这个项目 是否能在Web3领域开疆扩土 我们是木一带